刚刚恢复政治权利 但仍被中共当局变相拘禁在家中的大陆维权人士胡佳透露 当局曾经试图以巨额资金收买他 要求他自认有罪并放弃国际社会颁给他的人权奖 但被他拒绝 中共的做法连居间传话的国保大队长都认为太肮脏 欧洲议会也指控中共施压不让颁奖给胡佳 2008年胡佳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半 引起国际关注 同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欧洲议会并授予他最高人权奖项 萨哈洛夫精神自由奖 胡佳说 08年10月29号晚 北京国保队于姓大队长到监狱告诉他 有可能提前释放他 条件是发表一个认罪声明 萨哈洛夫人权奖的奖金有5万欧元 传话的大队长表示 如果胡佳觉得经济上有损失 当局可以给他双倍的补偿 但胡佳没有接受 中共当局虽然知道 这是一种最肮脏的交易方式 但从08年10月底一直到12月10号 诺贝尔和平奖颁奖 一共派人到监狱找过胡佳7次 对于中共外交部如此迫切的想达成这项交易 胡佳表示 这是一个可怕的阴谋 胡佳认为这同时也意味着以后会有更多的民众 会被中共当局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法所伤 国际社会会说 如果我们再给他一种道义的支持 再给他一些比如说国际性的奖项 无论是政府颁发的 还是民传组织颁发的 那么会不会也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你等于是说让国际社会那些支持中国 和国际社会计划